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审美趣味 做个作品叫《受难》 其实起初只是让它无限的延伸 后来我觉得我做出了宗教感 我觉得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好像解释完了 它其实是很容易在国际的艺术的领域里面去调论的 尤其是它在作品当中 呈现出来的一种紫色性的框架 我认为在中国当代年轻人家身上就不是很尖 他可以说是在国内少有的这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而且一直沿着自己的审美的态度一直往前走 他对于语言本身这种细微的那种敏感度和这种把握特别棒 很多作品从材料出发也解构 材料解构空间 解构一些几何形式 我觉得是目前当代艺术明年 最实验性 在学生上最有追求的一个项目 他有一个最无能两可的一个中间的两个 这本身是一个就是很有相应的意义 这个顿数堂不是指那个完形 而是作家 这么大的一个展望 他呈现作品了 他个人作为艺术家的这种成熟度和控制力 然后非常大气 心里面感觉很震撼 感觉很震撼